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倒影之前 要先了解裂口是什么 在阴阳烛走势图上 如果见到两支阴阳烛之间出现一个不连续的空间 那就是裂口 裂口可以分为下跌裂口 上升裂口 消耗性裂口 和突破性裂口等等 那什么是下跌裂口呢 下跌裂口是指开市价和全日最高价 都比前一日的最低价低 两支阴阳烛之间出现一个不连续的空间 下跌裂口的形成多数是发生突发性事件 例如地缘危机 公司公布令人失望的业绩等等 当下跌裂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或者是跌浪的开端 如果小的下跌裂口出现在好淡增持的走势里面 那分析的意义就不大了 那什么是上升裂口呢 上升裂口是指开市价和全日最低价 都比前一日的最高价高 两支阴阳烛之间出现一个不连续的空间 那消耗性裂口又是什么呢 消耗性裂口是指股价 股价在持续多时的升浪或者跌浪之后出现的上升或者下跌裂口 如是趋势已经接近尾升 走势即将逆转 那什么又是突破性裂口呢 突破性裂口是指股价在完成反转形态或者整理形态之后 向突破的方向形成的上升裂口或者下跌裂口 到底倒形顶是什么呢 倒形顶的外观上呈现一个顶部孤岛的形状 通常出现在升浪的尾段 属于卖出信号 倒形顶出现的前提是先要出现一个消耗性裂口 接着股价在高位横行几日 再出现一个突破性裂口 股价见顶回落 由于两边的裂口出现在相近的水平线上 令图表看起来好像一个顶部孤岛一样 倒形顶反映股价持续上升之后 没有过的人忍不住入市 不问价高追买货 当日的成交亦有所增加 但同一时间 有投资者开始大手沽货套现 高位承接逐渐忽力 最终股价裂口大幅下跌 并后市落入跌势 与头肩顶、双顶等形态不同的是 倒形顶并没有量度跌幅目标 倒形底是什么呢 倒形底的外观上呈现一个底部孤岛的形状 通常出现在跌浪的尾段 属于卖入讯号 倒形底出现的前提是 先要出现一个消耗性裂口 接着股价在低位横行几日 再出现一个突破性裂口 股价见底回升 对于两边的裂口出现 在相近的水平线上 地图表看起来好像一个底部孤岛一样 倒形底反映股价持续下跌之后 持货者忍不住止蚀 不问价沽货离场 但同一时间有投资者开始大手捞底 等收集一定货源之后 推动股价裂口大幅回升 令后市重拾升势 通常倒形底的出现 会伴随着较大的成交量 跟倒形顶相同的是 倒形底都没有量度升幅目标 如果图表上的价格成交并不多 倒形顶或底的可信性将会大打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